今天环境有点操杂 不配合 大家不要受影响太多 下面又讲的深挂 这两个在一经里面 不论是序挂砖还是杂挂砖 全都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有我们的逻辑 虽然讲得很乱 东一个西一个 但是能一起讲的 成系列的 都是星散深不散的 都有一定原因的 群英会碎的碎 那下面是一个困卦 代表很多人了 那么本来老百姓就多 那阴 就代表多 阳 它是能量聚集的 代表领导代表少 反正阳那么阴的多 上层的老板没有员工多 就是这个道理 那这种大的环境下呢 就利于 祈求上天保佑祭祀 用大的 宏大的 洪大的场面 牲口来 成心的 祭典 是 当然是极力的 利于 往前走 横通 那初六 虽然是有 聚集的这个心 但是它 不是洋洋 它自己不能做主 只能听别人摆布 心里也没底 它在洋味嘛 又想洋 又不阴 所以 心是 很乱的 那 转而一笑 怎么 又没关系了呢 因为这种环境 各显气能 你再卑微也有你的用 去 上面 找 找你的团队 找你的老板 来引领你 你自己是不行的 那么六二呢 就在这个 初六之上 其实它也是一个小的领导 它就 带着初六一起 跟上面两个洋洋 刚好相应 这个 在中卫 有正 肯定是好的 心 很 中道 纯正 有信用 有信誉的 那么六三呢 就有一点 感叹了 初六 离 六四 虽然有相应 但是很有 那么六三呢 虽然离洋要近 又能称多它 但这两个 都不单位 单位 跟上 又不相应 所以 好像也很麻烦 但是没关系 只有小的过时 因为它毕竟 阴阳相遇了 衬托这个阳 虽然就做的一些事 比如说不合适自己 但是也勉强干了 因为你在这个位置 就得这么干 九四呢 大吉 无咎 一定什么都好 听上去好像都很好 一开始当然很好 但是九四这个 也是在 因为 所以不上不下 你看似好像聚集了这么多人 但是 都是乌合之中 心不齐 你也不是真正的领导 只是一个 中间上 过客 所以 你要做到大吉 才能无咎 也是反向在激励 在警示你 九五呢 你就在这个位置了 但是 它是在一个 对话 高兴 我们都知道 不能轻易 高兴也不能 总是这样 所以呢 一高兴就容易疏忽 但是 不管是位置 还是你现在所能做的 这个能力 甚至善终 最后一定 这些小的过失 都会 回之而去 上六呢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开始笑 笑到最后 你光是聚集 光这个事 你不做事 很多事情 这个阶段得过的 你不做事 我看不过 我看不过